欢迎收听 我当鸟人的那几年 第245集 不夸张的说呀 当年这个村子之所以没有荒沛 完全就是因为当年的神仙送的野味 要不然的话 估计这个小小的村子也耐不住饥荒 村民们全都要流离失所 四处逃难了 此时的人们虽然穷 但是他们也知道知恩图报 为家上这神仙相助 那得是多大的造化呀 于是呢 他们便自发的组织了一些人 在村子的边缘呢 盖了一间小草房 就全当做是这神仙的庙宇 有逃难来的木匠 特意做了一块牌匾挂了上去 上面刻着三个大字 老妈庙 老妈呀 就是那个神仙的称呼 正是根据那唐爱国的形容而来 村里面的人到后来 基本上都这么叫 在他们的眼中 那个衣着朴素 面容慈祥的老奶奶 就好像是妈一样的慈祥 等挨过了三年的饥荒以后啊 这间小庙里面的香火 就一直没有断过 有人还为其塑了一座泥像 人人都说特灵 更有甚者呢 连十里八村的乡亲听说以后 都大老远的赶来叩拜 他们哪里知道啊 帮助他们的 却不是什么神仙 他们又有谁能够明白 他们心中的神仙 在最饥荒的时候 没有管他们 管他们的反而是妖怪呢 这当真是十分的讽刺 也许这人间就是一处悲喜剧 其中充满了各种讽刺 小猪是知道的 他当时的心充满了迷茫 那一晚后 他不知道自己该何去何从 为什么上天要这么捉弄他 为什么 明明见到了最心爱的人 却无法跟他开口 为什么要如此的折磨 他不知道 他只感觉到心中空空如也 甚至连死的气力都没有了 因为在某种程度上说 他确实已经如愿以偿 用自己的光阴为代价 找到了那冯天阳的转世 只不过物是人非 此时的境地 也许只有他自己才知道吧 他也不是没有想到死 但是他真的不忍心 见到冯天阳的转世 再受苦挨饿 他那一世就是苦命人 受的苦已经够多了 小猪没有了主意 只好每日都抓一些鸟兽野味 放在那唐爱国的院子里面 风雨无阻 见到唐爱国的脸色日渐红润 身体也健壮了起来 他心中也多多少少的欣慰了一些 他又想起了那段时光 自己同冯天阳成亲以后的那段日子 每一次给他做饭 他都会吃得很开心 当时的他是多么的幸福 而当时的幸福是那么的遥远 算了 就这样静静的看着他吧 小猪心想啊 自己会老 那唐爱国同样也会老 也许他现在接受不了自己 但是等他也变老的时候 也许自己就有勇气 去跟他说出那个遥远的故事了 他一直在静静的等待 等待着那一天的到来 即使他明白 人类的寿命很短 唐爱国老了以后就活不了多久了 但是他现在已经不敢奢求 他只是希望 希望能够再一次的牵起他的手 看着他的眼睛 然后对自己说出爱恋的话 冯天阳曾经对他说 媳妇你真美 就好像仙女一样 仙女 真想不到 仙女也有老的一天 小猪每当想到这里都会忍不住流泪 这个妖怪反而比人更加的脆弱 他一直在等 但是却没有等到那一天 命运再一次的跟他开了一个不大不小的玩笑 那是1968年的夏天 十年浩劫的动荡终于波及到了碾子山 那时候的人都已经疯狂了 尽管小猪早已经领略到了人的疯狂 但那毕竟是少数 而现在他感觉到仿佛整个世间的风气都已经改变了 疯狂的信仰 盲目的崇拜 改变了一切 就连空气之中仿佛都散发着危险的气味 说到底 小猪也是妖怪 所以他也同其他的妖怪一样 对这种疯狂信仰所造成的意志感到了恐惧 他同那些普通的妖怪一样 离开了自己的庙宇 选择暂时躲避在了深山之中 然而 事情却并没有像他想象的那样结束 那些带着红袖镖的年轻人浩浩荡荡的突击每个农村 破四旧 立四心 打倒一切牛鬼蛇神 杂烂的文物和妙语不计其数 坏就坏在那个老妈庙上了 当时村子里面人心惶惶 老妈庙的香火完全就由着唐爱国自己一人负责 而那群红卫兵小将们到来的时候 他们的目的很简单 一是要揪出地主头子 就连亲戚都不放过 戴上大高帽 绑上长条凳 就开起了飞机 二是砸庙宇 封建迷信 害死人 这种东西是不允许留存在世上的 但是想想这村子里面也没有地主 确实没有 都是一些早年间逃难的人组成的 可谓全都是根正苗红 他们没有批斗的对象 但是听人说这有个什么妈庙 嘿 这老封建正是他们下手的对象 于是乎他们便冲向了那村子边的老妈庙 村民们当时全都不敢怒 也不敢言 那个年头你说错一句话就能让人披个残废 谁还敢言喻呀 即使是那老妈庙的神仙早年前救过他们 他们这时候也要自救啊 于是便全都怂了 带起了路来 全村之中唯一一个敢说话的就是唐爱国 他敢说话并不是胆子大 而是因为他还有良心 他是乡下人 不懂什么大道理大行事 他只明白这老奶奶救过他的命 他不能忘本 于是就在那些红卫兵来到庙前的时候 他即使很怕 但依旧义无反顾的冲了出去 说什么也不让那些人动手砸庙 他跪在地上 苦苦的劝着那些人 说这个庙里面的神仙是个好神仙 如果没有他呀 我们全村的人早就饿死了 求求你们放过这庙吧 但是那些人哪会听他胡扯呀 见他阻拦反而都笑了 正找不到批斗的对象呢 这边自己冒出来一个 嘿 给牙绑了 二话不说呀 唐爱国就被撂倒在了地上 他哭喊着叫那些人住手 但是却依旧没能阻止他们的行动 挤棍子下去啊 泥枪倒塌 一把火过后 小庙也就烧成了灰烬 而唐爱国也就惹下了事端 他被这些人关进了牛棚之中 每天都拉来劈头 等到最后小猪赶来的时候 也没能见到他最后一面 他已经忍不住痛苦 上吊自尽了 说的是那一日小猪在山林之中 忽然心中莫名的就涌现出了一股不安 就如同多年之前冯天阳身死的那个上午时的感觉一样 只不过当时的小猪不知这种感觉的意义 但是多年以后的他 已经修成了高深的道行 深小现在的唐爱国一定是发生了什么事情 所以即使是山下此时有着很危险的东西 但是他也顾不上了 慌忙引去了身形以后 向山下飞去 这股不祥的预兆 愈演愈烈 伴随着剧烈的心跳 一起涌出 小猪飞着飞着 泪水竟然莫名其妙的从眼眶中滑落 他是在山下的荒郊之中发现了唐爱国的 他静静的趴在那里 生命的迹象已经从身体中消失 此时的他就好像是一座安静的泥像 他是不堪折磨而选择自杀的 一根肮脏粗质的麻绳夺去了他年轻的生命 本来按照这国家的政策 当时死去的人是必须实行火葬的 可是偏偏这个时候 那群红卫兵们得到了上级的指示 说是东边镇子朱家坎 发现了一个地主头子请求支援 他们报国心切 谁都不想落下 于是忘了忘这个死去的唐爱国 便一切尽在不言中了 反正在这个年头 死的人多了 能烧得过来吗 还是那个小队长有办法 政策不能改变 于是他们便对着村子里面的人说了 为了响应上级号召 这个尸体我们带走到县里的火葬场实行火葬 半个月以后 你们让他的家属来认领骨灰吧 他的这话呀 其实就跟放屁一样的 真的 早在他们批斗着唐爱国的时候就已经摸清楚了他家的成分 本来他们想再加上几条罪名 哪成想 这小子倒真的是穷的可以 从小父母双亡 只有一个贫农的爷爷 而前年那老头子也死了 可以说这小子完全就是根姑苗啊 这村子离县城那么远 傻子才会想去废这个事呢 果然 村民们怕还来不及 当真没有一个人愿意前去领尸 只能眼巴巴的望着这群小干部同志将已经死去的唐爱国拽走 开什么玩笑啊 去县城 背这个尸体去县城还不得累死 那些小同志心领神会 行至荒郊野外 就找了一个僻静之处 将唐爱国的尸体随手一丢 然后便马不停蹄的赶往朱家坎 如火如荼的投入新一轮的战斗之中了 小猪忘记了年轻的唐爱国躺在那里 一动不动 自己也愣住了 他本以为自己此时会像多年前那样抱着他的尸体痛哭失声 但是他却没有 他呆呆的站在那里 望着唐爱国的尸体 这仿佛就像是一个轮回 残酷的宿命将此刻和那个陌生的年月相互重叠起来 虽然时间变了 人变了 但是结果却没变 小猪就这样站着 两久 他的身体才开始瑟瑟的发抖 他的眉头紧皱 脸部表情扭曲 两行热泪这才滑落 扑通一声 他跪在了地上 然后眼泪大颗大颗的滴落在这干涸的土地之上 说不出一句话来 他是被人害死的 可是自己此时却连恨都恨不起来 这种该死的无力感到底是为什么 十年 几个十年 又过去了几个十年 为什么自己还是不能和他在一起 为什么这么多年过去了 这个结局却依旧没能改变呢 小猪只感觉到呼吸不畅 好似脱了一半 强忍着眩晕的感觉仰起头 望着天空 只感觉到似乎有什么东西将喉咙堵住了一半 他张大了嘴巴 发出了声嘶力竭的嘶吼 他就这样漫无目的的喊着 但是也无法减轻自己累积了多年的委屈 以及满腔的冤仇 贼老天 贼老天 直到声音沙哑 直到喉咙里面发出类似破风霞一般的声音 直到他再次的低声哽咽 当时的他就好像是一个空空如也的躯壳 他的眼中没有过去也没有未来 雨滴落下 滴滴答答的打在他的脸上 淋湿了他的身体 花花的雨声掩盖了哽咽之声 雨水和眼泪混合 都是那样的弦 就在小猪万念俱灰 不知道该如何是好的时候 他的背后又传来一阵平静的声音 相隔光阴 数十载 半归风霜 半入云 看来 你现在依旧很伤心呢 这声音怎么如此的耳熟 小猪下一时的回头望去 竟然是他 这间身后的不远处 已经多年不见的黑衣人 再次出现 他戴着那顶黄帽子 坐在草地之上 只不过漫天的雨水 却丝毫进不了他的身 他身体周围的方寸之间 仿佛拉开了一道雨幕 或者说 这漫天的乌云 只有他头顶上方的那一块是空白的 他若有所思的望着小猪 似乎眼前的这情景 早在多年前 便已经料到了 是你 小猪的声音已经沙哑 但是依旧阻挡不住他内心的激动 只见他连滚带爬的 跑到了那黑衣人的近前 然后对着他大声的吼叫 你到底是谁 为什么总是在这个时候出现 那个黑衣人微微一笑 我不是告诉过你吗 我是命运 是你 他 以及所有人的命运 命运 小猪凄惨的笑了笑 为什么 我的命运会如此的凄惨 为什么即使我找到了它 但是我们却依旧不能在一起 那黑衣人却十分的平静 这一切都是你自己的选择 但是如果你非要问个为什么的话 其实我在多年之前就已经告诉过你了 只是你还是无法猜透 黑衣人的话中似乎带着一丝玄机 但是当时的小猪已经没有心情去琢磨了 他只知道自己的心好痛 他不想再这么痛下去 这个家伙曾经指点过我 那么现在他出现 应该还是帮我的 小猪想到这儿 便立马双膝跪地 然后对着那黑衣人不住的扣头 一边磕头 一边苦苦的哀求 求求你帮帮我 我好痛苦 我不想再这么痛苦下去了 他沙哑的声音带着哭腔 听上去十分的凄惨 但是那黑衣人却依旧没有动容 只见他对人的小猪又十分平静地说 你如果当真不想如此痛苦的话 能帮你的却只有你自己 小猪听到他这么一说 便十分不解 这个人就好像是看透了一切 就连他的声音都好像是拥有着某种魔力 让人无法怀疑 你可知 世间万物生死之后会魂归何方吗 燃心木讷地点了点头 你曾经告诉我 人死后会去地府 没错 自古以来 环宇之中 人神鬼有界 也就是说 现在你在的这个世界 只不过是三界之中的一界 无论是谁 只要没有脱离轮回的束缚 生死之后 就都会尽数前往疯都鬼界 在那里 依上着这一世的言行 会有不同的待遇 或是坠入地狱受洗 或是继续轮回转生 如果你想要寻找到他的话 很简单 只要去死就好了呀 也就是说 冯天阳的灵魂 现在正在封都地府 这黑衣人的言下之意 是让小猪自行了断 然后去到地府 寻找冯天阳的鬼魂 小猪听到之后 非但没有犹豫 反而十分的欣喜 没错 在这个人间 他待的时间实在太久太久了 除了曾经拥有过一段短暂的幸福之外 剩下的只是没有尽头的痛苦 他太苦了 再也熬不住了 死对他来说 当真是一种解脱 于是他便十分欣喜地问那黑衣人 地府在哪里 我死后就能去吗 那黑衣人依旧平静 封都地府在西边 但没有到尽头 西边 没有到尽头 这句话的意思 小猪还是不怎么明白 不过这也没关系了 知道在哪儿就好 于是他便站起了身 二话不说 将妖气聚集在右手之上 然后掐住了自己的喉咙 那黑衣人见到小猪要自尽 便轻描淡写地开口 你当真已经决定了吗 小猪望着黑衣人叹了口气 难道这个世界上还有什么东西 能够值得我去留恋吗 听他这么一说呀 那黑衣人淡淡一笑 不 我的意思是说 即使到了那个世界 你真的以为就会没有任何的问题吗 这话分享 那小猪愣了 他松开了手 难道 在那一个世界 依旧会有嫉妒和杀戮吗 嗯 那倒不是 黑衣人摇了摇头 只不过 你死了以后 会依旧保持着生前的状态 包括你的灵魂 你的性格 以及你的容貌 什么 小猪心中咯噔一声啊 难道我死了以后 还会是这副老朽的样子吗 那黑衣人继续跟小猪讲道 其实人界只不过是神界的头影 而鬼界也同样是人界的头影 所以在生死之后 灵魂到了那个世界 依旧会保持着死前的状态 这个无法更改 起码在你重新投胎之前 无法更改 那么接下来燃熙又会怎么做呢 欢迎您继续收听下一集 感谢观看 感谢观看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